農曆春节脚步逐渐逼近 不少民众会选择到台南安平出游 体验过节气氛 但这些景点都会被游客挤得水泄不通 民众魔王只能走马看花 无法好一窥俯成的命令 今年台南市府为了让外地民众 更了解安平再次推出俯成行春的活动 安平出头这游客这些贵宾 我们以为以安平不是只有这种码码看花 这样就走 我们以为我们给他加进一个文化 加这个关怀的因素在里面 让他们过一个春节 是一个有六四亿亿 有这个文化关怀的一个春节 导览方为历史景点与老街行李两条路线 由专业的导览员带领游客探索安平 不管是见识的故事还是荷兰人统治时期的历史 民众都能获得最详细的解说 我们教人要怎么走 要怎么吃 把这个历史发生过的事情 详细的说给他们知道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爱婚战亚 安平这个地方 不是像外国人和汉人 还有援助民族 从农历初一到初五 一天总共六场 无需缴交任何费用 民众只需要到安平树屋的草坪上 告知服务台的工作人员 就能体验与往年不同的走春行程 记者欢迎王再听台湾报道